你對自己居住的社區有多少認識? 東華三縣五日如夫人紀念中學 一班中五學生早前趁暑假尾聲 去到葵青區派飯 探訪基層長者 順便了解一下自己生活的社區 切菜 醃肉 煮飯 炒菜 打包一盒合的菜肉瓜肉片飯 都由同學仔一手包辦 我們現在是舊區 主要市民都是梁家 其實我們會覺得梁家 可能在這個時間派飯 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是最可以了解他們的問題 可以打開他們的街心 準備就緒之後 同學去到北葵青街市附近派飯 雖然多次被老人家請吃檸檬 但外心飯盒最終都送到出去 我們會覺得很難吃 其實是很難吃 其實是很難吃 可以塗這個 很難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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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留下這條文字 我們先吃一番繩子 還有一些藥 還有一些藥 有解心 會怕他有解心 可能不敢和你透露 那麼多 但是在今次的過程 其實很順利 清潔工人都會肯和我們 講一下他工作的流程 和他們的辛苦 煮飯反而不是最大的困難 是啊 Joanna和Christine都參加了 市區重建國和東華三院合辦的 青年領袖計劃 今次送飯活動 由他們和同學仔一起構思和實踐 兩個人發現 原來很多長者都不是因為窮而實況 而是因為悶 想找工作 他都認為要親身交流 才知道這個社區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好久不見